好 接下来我们再练习兽语动词的第二个练习 Practice B 我们看到练习这边 它需要你把这个原本的句子 再做一下句型上的改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画线的地方 Eddie told the good news to us 原本句子是Eddie told the good news to us 就是向着我们或给我们 向着我们讲解的这个 说着这个新的消息 所以艾迪分享了 告诉了我们这个新的消息 告诉了给我们 这个to是给 解析词 向着我们跟我们 给我们知道这个新的消息 那可以把它变成呢 把这个人先写 变成了told us 所以呢 Eddie told us the good news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哦 如果是先接人 后面就直接加事物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先接事物 这个直接受词的话 需要解析词 解析词来帮忙 所以句子就变成了 Eddie told us the good news 我们看第二题 Rachel Rachel landed Lucy her bicycle Rachel呢 借给了 Land是借 借给了Lucy 她的bicycle 脚踏车 就要把她改成呢 改成脚踏车先写 所以Rachel landed her bicycle to Lucy 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是直接受词先写 都要有接系词来帮忙 Landed the something to 借东西给这个人 第三个例句 Peter give a love letter to Tina Peter呢 Peter呢 给了一封充满爱的情书 to 给了Tina 现在把Tina先写咯 变成Peter Peter呢 give Tina 他给了这个人 这个间接受词 a love letter 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是直接加上 第二个受词 给这个人 这个间接受词 再加第二个直接受词 所以Peter gave Tina a love letter 不需要接系词了 第四题呢 My brother left me a note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呢 我哥啊 留给了我这个 小小的字条 留给我这个字条 你看人先写 后面直接加加 第二个受词就好 现在要改写咯 改写先写 直接受词 a note先写 所以呢 My brother left a note for me 用for或用to 这两个答案都可以哦 My brother leave a note left a note 我的哥哥 留给我一个字条 给了我 for me or to me 这两个间接系词 都是ok的 this morning 第五题练习 Annie呢 buy her daughter a christmas gift every year 每一年呢 Annie都会买 买什么 买给她的女儿 女儿一个 christmas gift 一个圣诞节礼物 各位可以去感受到 人先写 后面就直接加 第二个受词 现在要把第二个受词 先写了 第二个受词 叫做直接受词 东西 Annie呢 buy a christmas gift 他买了一个圣诞节的礼物 为了谁买呢 for her daughter 为了她的女儿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搭配的接系词是for 好 我们接下来看呢 这里有一个English workshop 各位可以看到 课本后面直接有接上一个 English workshop 就是我们的英语的工作坊 这英语工作坊 跟我们第七课 有点相关 很重要 我们第七课在讲的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在这边呢 希腊神话 有几个你一定要知道 暗示 这个Greek mythology allusion 我们翻成希腊神话的暗示 希腊神话呢 因为有些典故 因为有些典故 有故事 然后后来呢 这个典故呢 就是有点像我们的 我们的中国的成语一样 这些成语就慢慢变 变很多人使用 变很多人使用 变成了它有隐藏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一课啊 你会学到有三个 这个跟希腊神话 有关的典故 第一个叫Pandora bus 各位可以帮自己写一下 叫做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字呢 以后慢慢看到它 就知道潘朵拉的盒子呢 只要有人说 啊 这真是一件 潘朵拉的盒子 那表示他在讲的 就是灾难 这真是一场灾难啊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看故事哦 以前有一个神明呢 他叫普罗弥修斯 Promissius 他呢 因为把火啊 送给了人类 就是因为他呢 把火送给了人类 所以人类呢 就可以开始有了 更多不同的文明进步啊 所以后来谁很生气啊 这个专门管理 所有神明的一个 宙斯之神 他很生气 他觉得人类呢 不应该像他一样啊 像神一样那么厉害 你给了他火 人类就变得更强啊 所以宙斯就严惩他 宙斯呢 很生气啊 他的这个气没有消 决定要迁怒人类哦 他把那个普罗弥修斯 惩罚了之后 他打算再惩罚人类 他命令火神呢 去创造一个很美丽的女人 这个女人就叫做潘朵拉 并且把这个潘朵拉呢 当做礼物一样 送到了人间 哇 这个人间啊 大家没看过那么美的女人啊 在他下凡之前呢 宙斯还送给这个女人 一个漂亮的盒子 并且跟他说呢 这里这个盒子我送给你哦 但是你都不能开 但是潘朵拉很好奇啊 这什么东西 盒子都漂亮 里面不能开 于是他就打开了盒子 因此里面啊 装了里面的很多疾病啊 苦难啊 全部都因为他打开来之后 全部倾巢而出 所以我们人类现在 才会有很多的灾害啊 那个台风啊 各种疾病啊 各种天灾 就是因为他打开了这个潘朵拉 潘朵拉的这个盒子里面呢 造满了许多东西 造成人间有许多祸害 潘朵拉很害怕啊 就赶快把那个盒子再关上 所以最后一样东西没有跑掉哦 因此盒中最后一样东西叫希望 这个希望就还留在里面 但是他的举动呢 因为他已经打开了盒子了嘛 所以就造成人类有很多的灾难 所以现在大家只要听到潘朵拉的盒子 这个盒子就是灾难的源头 所以就灾难之源 第二个叫Archides Hill Archides Hill 这个Hill是我们的脚踝 脚踝叫做Hill 这个字呢记一下 Hill是我们的脚踝 通常打篮球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就这里 那Archides是谁呢 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士 战争的武士哦 Archides呢这两个字 以后只要看到阿基里斯之怀 我们就会表示这是这个人的致命点 好为什么 故事是这样说的 Archides呢 Archides他是一个特洛伊战争中最有名的英雄 他的身形很嫖悍啊 武器很高强 刀枪不露哦 因为他的妈妈在生下他的时候啊 阿基里斯的母亲在出生他没多久 就抓着他的脚踝呢 把他进入了冥河当中 这个冥河啊 就是你想象中的冥界的河流 没有错 冥河 死掉的人会去的地方 那边有一条河流 只要有谁把他的身体进在河里头 之后再站起来 那个地方就刀枪不露 所以他的妈妈在他出生之后呢 就抓到他的脚踝 把他进到河里头去 让他的儿子呢 身上好像有那个防护贴一样 变成很强 所以他变成天下无敌的勇士哦 但是由于阿基里斯 只有脚踝没有沾到冥河的水 对不对 因为你想象一下 他妈妈是抓到他的脚踝 把他小孩进在水里面的 所以脚踝的部分没有碰到水 脚踝的地方没有碰到水呢 所以那边变成他唯一的落点哦 所以呢 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 特洛伊王子叫做帕里斯 帕里斯呢 这个太阳神阿波罗 帕里斯这个王子呢 在阿波罗神的暗柱下 阿波罗知道说 阿基里斯的脚踝没有被进过冥河的河水 所以他就告诉帕里斯王子说 你就往他的那个脚踝上面去射箭 他一定死 于是他就放箭呢 就射中了阿基里斯的脚踝 而且就因为这样就杀了他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只要你听到阿基里斯 Hill 就是所谓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致命的落点 第三个呢 叫做Trojan Horse Trojan 这个字我们就知道 叫特洛伊 Horace是马 然后特洛伊的木马 这个故事 这个比较 同学可能比较清楚哦 这是骗局的意思 好 希腊人呢 当时候攻打了特洛伊城 那所以就是很有名的特洛伊战争 这场战争呢 一打就九年哦 九年哦 迟迟没有一方能够决定性 得到决定性的胜利 于是到了第十年啊 希腊的阵营啊 军队呢 有个人叫做奥德修斯 Odysus 他就来告诉 这个将军哦 他献祭 他说呢 我们来盖一个木马 一个超级大 内部都是空的巨大木马 然后让我们的士兵藏在里面 接着呢 我们就假装呢 希腊啊 我们就假装啊 我们要送礼物 我们要放弃战争了 我们要输了 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拜托你不要打了 然后我们就拔营离开 所以特洛伊的人发现呢 木马后以为是神送的礼物 就把木马推回城里 特洛伊很傻傻的 以为人家门口放了这么大的木马 哎呀 一定是他们真的要放弃打仗了 我们赢了 他们把这个神送的礼物 就真的把它带入城中哦 然后就很高兴的庆祝战争结束 到了人类都累了 睡觉的时候 躲在木马里面的希腊士兵就溜出来 打开城门 让他们的大军直接进来打仗了 如果特洛伊来得起反应吗 来不及啊 你们还庆祝惶惶惶了 当然来不及 希腊人呢 终于就在这个十年之下 拿下了特洛伊城 因此呢 Trojan Horse 这个特洛伊木马 这件事情就被引申为是骗局哦 甚至还有人用这个东西来做出 恶名昭彰的电脑病毒 叫做我们的这个希腊的Trojan Horse 木马图称记 它是个骗局 好 那我们用这三个典故来写一下下面的练习哦 这里有Pandarus Hill Pandarus Box Archides Hill 还有呢 Trojan Horse 那我们来试试看下面这个文章 他说呢 Tom's offered to work for free in a restaurant 这个汤姆呢 他提供免费去打工到餐厅打工这件事情啊 Was a Trojan Horse 其实是个骗局 He just wanted to learn 他实际上想学的是 Cook the special dishes 他想要学会他们这个餐厅的特餐 So he could open the own restaurant next door 他才可以在隔壁 Next door 在隔壁呢 开一间自己的餐店 所以他实际上呢 不是免费